下面 中医广说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以历史而赞颂 第二个是以身相而赞颂 第三个是以事业而赞颂 用分三个方面讲 首先第一个是以历史而赞颂 是颂词当中 赞颂里面这样讲的 顶礼分寻九度目 目如刹那闪点光 善于护珠莲花面 花蕊绽放丛中弦 这个意思第一个是身尊度目 这个叫做分寻度目 分寻度目是什么样呢 这个分寻度目是深色色 应该是黄色的 是不是 红色的是吧 也有黄色的 也有红色的 这里是红色的 那么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他右手对众生救护的一种身色受盈 然后左手在乌婆罗花或者莲花上面 有红色的有限害了 分寻度目是什么样呢 其实分寻的话 分寻指的是勇猛的意思 这个寻非常迅速 度化众生上面极其勇猛 而且这种加持相当快速的 所以麦彭仁波切在《八道菩萨传》里面也是讲了 现在所有的本尊当中 那么度目的加持是最快速的 所以我们学院都是以前 每次都是遣除修法方面障碍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要求大家经常念度目或者聚光父母 其实聚光父母也是度目的最后一尊吧 所以他这里分寻度目也是加持非常迅速的 度目的加持它的功德是什么样呢 度目的功德它的智慧双目智慧眼目 那么能召见一切万法非常快速 就像是三点 三点一瞬间一下那就出现 同样的 度目对召见七世界 由心世界 或者是世间法和出世间的一切万法的真相 要召见的话非常快速的世间当中 全部召见五语 然后这是讲他的功德 这样的度目是他的来源 来历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讲了 善与护诸 善与护诸指的是欲界 色界 五色界 三个世界 三界当中的护诸就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面容像莲花一样来形容的 那么这样莲花的花褸当中会出现的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所谓的度目按理事的话 那么观世音菩萨在他的面上 也就是说他的眼泪当中出现 就是白度目和绿度目实际上他的眼泪当中出现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有这样的说法 所谓的度目当时变成很早的时候一位公主 一位公主当时在一个叫做古阴如来的时代 那个时候那个世界也叫做中中光世界 还是什么世界 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 那个公主的名字叫薄若玥或者说慧玥 慧玥公主在这位如来面前 对所有的僧众做了千百万年 做各种各样的供品供养 然后做供养以后别人问你为什么这样供养 为什么你有什么想法 最后他说我现在做这么长的时间做供养 我要发愿他发了三大愿 第一个大愿他以后 以世界上的很多佛陀 以蓝相的方式来度众生 那么我以女生的方式来度化众生 本来一切万法本体当中是 无男相 无女女相 但是在显现上的话 我以女相的方式来度众生 将来度众生这是他第一个发愿 第二个发愿他说他每一天度百万个众生 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度百万个众生 第三个发愿将来我分担观音菩萨度众生 然后从观音菩萨的眼泪当中我出现 然后度无量的众生 那么这样的发愿后来成熟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千手千印观音菩萨的时候 也是说过观音菩萨通过各种形象 来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最后一看的时候 看见众生还没有减少 特别多 那个时候观音菩萨在显现上 非常地伤心 他一直流泪 他流泪的时候 泪水变成莲花 莲花当中出现百度母和绿度母 然后一方面在菩萨面前发誓愿 菩萨母请你不要伤心 我们帮你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然后显现二十亿度母 有这样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一个颂词 主要讲到了观世音菩萨变成度母的形象 所以我们祈祷度母和祈祷观音菩萨 在很多方面在本体上也是完全相同的 还有以前有其他的一些历史 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无垢比丘 无垢比丘当时发愿 后来大光明如来进行对他灌顶 变成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获得了无方佛的灌顶 然后出现了度母 也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和度母 应该在蒙众意义上面是一个本体 我想在汉地基本上观音菩萨认为是一种女性菩萨 那藏地是男性菩萨 如果按照汉传佛法的说法 观世音菩萨女生的形象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实际上跟度母的形象 应该说在蒙众意义上面完全是相同的 只不过在有些众生面前并没有这么描述而已 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也同样的 第一个度母叫做分寻九度母 我们这样赞颂 这是从他的历史来源来进行顶礼的